我腦袋裡全都是影片 都是影片 是學校有教導這些嗎 學校播放的消防影片 是火災時 吳小妹妹唯一想起的 官房們鎮定找電話求救 都讓她在關鍵時刻保全自己 但意外當下母親生產後 還住在醫院非常焦急 媽媽她剛生產完 然後所以說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的話 就是到現場那邊關懷孩子 所以她就很情緒有點緊張 激緊的她身體只有輕傷 但這意外造成一名消防員殉職 讓吳小妹十分自責 難以入睡吃不下飯 她就讀台南辭中小學部 老師跟志工 接連兩天都來陪伴 不要害怕 不然要吃誰吃了 給孩子很大的安定的力量 然後孩子有很大的一個安全感 引導她宣洩心中壓力 孩子也逐漸露出笑容 我們是小的孩子 又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藉由今天雖然是中休節 但是我們還是邀請社區的志工 來關懷小朋友 看到她現在這麼開朗 我們就很放心了 對對對 很放心了 志工也送上祝福 跟近似於卡片 希望孩子的心中 能盡快恢復平靜 帶新聞 陳一貞 陳立委談能報導 謝謝大家 我們在我們到處 K una編 我們到處